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拔高度大概在3800米左右 流域面积广达近6000平方千米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高原明珠 而且在湖的最深处 深度虽然达到了近300米 实在是深不见底 里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 可能也就是这般模样 在湖上 你可以看到蓝得似天空的湖水 轻轻地用手泼洒 欢笑与时光一起流逝 当地居民用岸边的芦苇 在湖上建造福岛 生活在岛上 每日钓钓小鱼 与这湖上的风景融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方式 据说已经延续了一千年 在一千年以前 秘鲁人为了躲避 连绵不绝的战火 用岸边的芦苇 搭成人工岛 随水流入湖中 开始了漫长的福岛生活 到现在 福岛都用毛固定住了 有的还建起了亮望塔 不过这得足够大的福岛才可以 那些仅60平方米的小福岛 可承受不了 在他们最大的人工福岛 德迪喀喀岛上 还有着许多寺庙 宫殿的遗迹 吸引着众多游客 前往观光 这里的人不仅用芦苇造岛 还吃芦苇 毕竟在过去战火连天 就地取食也很重要 久而久之 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而且芦苇根晒干以后 人们会将其磨成粉末 这样就可以用来入药了 并且酿酒也可以用到它 就连小朋友们市场的灵嘴也是它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